民企爆煲,能定光華 即使用永遠都倒存不到 民企爆煲,抹完抹了 中金在生,被證監申請破產 更涉嫌造假,做足六年 令港人一度引以為用力監管機制 再癡受到質疑 前證監會主席,接受我們訪問時 為證監武行 即是一個大的市場 都是有不法的分子 永遠都倒存不到 當然在審批方面 應該做得嚴格些 華證監在這六七年來 執法積極 執法的力度 在世界也明列前茅 但對於涉嫌造假事件 多年之後才被發現 他說要是造假者很高明 要是會計師不小心 當時做的事 他是不是真的留了招 還是故意留招呢? 如果留了招就疏忽 如果故意留招 就算是很大件事 這個也需要去調查 我相信證監會一定調查 關鍵的是 在中金再生事件上 投資者可不可以獲得賠償呢? 或者那些大股東 同事可能都要負上一些責任 具體的責任 就是看案情如何 所以我相信今後 都會有訴訟 說到訴訟 為律師帶來生意 他有這樣的想法 我希望可以賺 和投資者可以賺錢 不要被律師吃光 近年民企出事頻密 回顧國喜來港上市二十年 他是靈魂人物之一 憶述當年 兩地組成三個小組 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 朱鎔基雙肚 解決法律 會計和上市規則等問題 朱鎔基認為 保護和真實反映國有資產 有一個重要的條件 這個銀牙的標籤 怎樣貼上去 怎樣運作 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覺得 是不可以做家長的 但是 賓郎做緊這幾特製 又怎知道國企應該遵守呢? 而現存的上市公司裏面 亦有多少間 沒有遵守這個基本原則 而仍然未被竭破 那